其實生養小孩難不難呢? 同志生養小孩是不是真的特別困難?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其實不太一樣 在我們服務的經驗過程中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撇開人工生殖技術 或者是海外待遇、海外人工生殖等等來說 其實同志生養小孩首先要面對第一個挑戰 就是來自於自己的家人、朋友 甚至是最親近的伴侶 甚至是自己內心的質疑 我真的可以當好一個家長嗎? 我們提供的服務其實除了諮詢服務之外 我們還提供的是一個友善而且安全的空間 有意義想要生養小孩的同志 可以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上週的時候回到自己的老家 家人就有開始問我說 有沒有考慮要帶育母有自己的小孩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自己一樣 想要生養的同志之間 彼此交流他們的想法 然後彼此獲得同儕之間的支持 我們同時之間有跟國外合法 並且是同志友善的人工生殖整座 辦理成家之路工作坊 我們希望的是提供給同志一種選擇 那在進行這個選擇之前 他們最重要其實是能夠了解自己內心的動機 確認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經準備好了 其實無血緣收養在現在的台灣 也是同志成家的選擇之一 家庭服務與教育小組呢 主要是在協助同志家長 在生育小孩子之後的下一個階段 開始要養育孩子 在養育孩子的過程當中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是可以找同家會來協助 去年同溫通過以後 我們的家長可以收養親生子女的這個部分 是可以透過同家會的系列課程獲得時數 再去跟法院做遞交時數的申請 有孩子成家的路上其實會遇到一些挑戰 這些挑戰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的家長很難去跟其他的異性戀 或者是自己的爸媽說 或者是在職場上也不知道怎麼說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支持性團體來獲得喘息 在求學的過程裡面 家長也要跟老師出櫃 所以同家會這邊也有舉辦親師座談會 由同志家長跟第一線的教師來做一個對談 除了是服務同志家長外 也是培養第一線的社工 增加同志家庭的友善程度跟敏感度 其實認識同志家庭這件事情 它不一定是從這麼生硬的分享的課程 我們過去也做了非常多 像是在台北市政府因為同志遊行的 這樣的一個盛大的活動 很多的同志家庭是可以跟大家 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之上的 其實我們針對社會時事 也會透過舉辦記者會 讓大家理解到說 在性貧教育之中 其實同志教育也是必須被看見的一環 那這是我們正在努力的事情 同志家庭自2005年來 本會所接觸的至少已經超過300多株以上 不少的家長他們自己是同志 透過去海外人工升職 或是在國內進行收養 而形成了家庭 而這些家庭是否能夠在 市府的教育現場 以及社會之中被看見以及獲得尊重 我們最重要的是累積我們社群服務的經驗 包含想要生養的同志 以及已經生養的同志家長 我想要協助他們去反映 他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所遇到的困難 那些困難可能是平常的歧視 那些困難可能是在政策上所遇到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趁這個機會來跟記者講一下 包含跟中央的立委也好 地方的議員也好 甚至是我們會進到社府機構啊 司法院體系 當地政府的社會局去做分享 讓這個社會更了解同家會 我們一直是相信 同婚通過只是第一步 未來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會陪伴同志家庭一起往前走 生養小孩其實需要一整個村莊的力量 請讓同家會成為你的支持 同家會會是同志家庭的後盾 也希望大家可以成為同家會的盟友 尊重的基礎是理解 當我們越理解同志家庭 我們就越能夠尊重同志家庭 既然在這個舞台中 既然是在這邊 既然既然可以做別的東西 既然是在這間店 既然階晴天然可樂 在這間店裡 既然可以看看 既然會有什麼 既然可以看看 既然可以進一步